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指的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的印本 可以想象当时的摄影解像度和一刷水平 在显示画中细节上 均无法与今天的影像产物相比 顾延山先生所谓与鱼所藏根毫无异 是就整体尺寸 画中内容已至整体布局上而言 苏富比2012年青季开卖会上也有一卷董元夏山图 尺寸和整体布局 一根以上两卷很接近 这说明曾经一定有一个原稿工人临摹 宋徽宗时 一件重要的作品能同时有近百个副本 除了这三卷外 世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董元夏山图 就不得而知了 在互联网上 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博物馆和苏富比的版本 由于苏富比拍卖会的版本 其数码解像度较低 这里只会比较李延山和上海博物馆的藏本 在互联网上 三卷下山图在整体尺寸 构图和笔列上都是非常接近的 它们皆为卷本 但卷色各异 这些数码印象肯定与其本来实物有一定程度的色差 为了方便比较 我们把两个版本简称为X和Y 沈阔梦西笔谈第十七卷书画长石中说 江南中主石 由北院时董元善话 多写江南真山 不畏其翘之笔 江南真山 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地貌呢 生于公元1031年的沈阔所指的江南 应该是北宋至到三年起 把版图分为十五路当中的江南路 在天洗四年又细分为江南东和江南西两路 两路基本上被南唐的版图覆盖 地理上 大部分属于所谓的江南丘陵 地貌特点是低山 丘陵和盘地交错 盘地分布于山岭之间 一般呈长条形 并有复合水系贯穿于其中 这些地貌特征 跟下山图中呈现出来的景象相当吻合 江南丘陵的地质是以陈姬岩为主 董元所创的披马咒生动地表现出陈姬岩的激励 全卷下山图以咒 颜 和染三种技法 描绘了即中和园景 著名建筑师范德罗常引用这名句 神就在细节中 就一件艺术品而言 他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 现在 就让我们仔细地比较两卷下山图的分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